感性的就是下一个环节 看看 那边就有个体质感 让我们看完 对不起 我们一边有更多的内容 谢谢你 谢谢你 后面应该还有一个我爱你 真正感觉还有一个传络 这边就要来请两位跟对方真情告白一下 合作这一段时间以来 有没有哪一些时刻想跟对方说对不起的 我建议了就是 有什么需要说的 是有什么需要说的呢 有什么需要说的呢 是有点问题的吗 没有什么问题呢 在哪些人想 没有 想要 想想 想 在想 在想 嗯 知道嗎 不知道 好像沒有 沒有嗎 沒有那麼多問題 因為相處起來都沒什麼問題 所以沒有需要跟對方說對不起的時刻 好那我們跳一下 換位思考 那有什麼想跟對方說謝謝你呢 我沒有想說 有什麼想要跟對方說 他說問題發生應該是 你太可愛了 哦 不了了 你想要跟對方說 你想要跟對方說 你的嘴巴這麼黏 哦 黏嗎 黏 黏 嘴鐵 不是那個嘴鐵 是很會誇獎人 哦 哦 哦 好的 媽咪 媽咪 你們需要什麼嗎 可以直接可以講出來 我們想要什麼 你們想要什麼 等一下 哦 還是我們剛剛是有 恐懼 剛剛有對不起 謝謝你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我愛你 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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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難得的 你 謝謝 哦 真的 很長時間了 練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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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很長時間 所以你 真的 你聽不懂 真的 真的 他說 一年來 幾個 很多人 但是 我說 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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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 都不知道 他 都不知道 他 在兩年 陪伴他 也陪他 度過很多的 時刻 然後 反正 只有我們兩個知道 你們不會知道 沒有關係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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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